從去年底開始物價接連的飆升 當中是以雞肉雞蛋的價格反映最明顯 就民眾到連鎖早餐店消費 發現六月起悠寒漲了 而這已經是半年來 至少兩次漲價了 如果使用外送點餐的話 因為還要加上上架費 外送費 光是一份豬排 蔥爪餅加上紅茶 就要破百元 過往小吃已經不親民了 單一打發下鍋 另一頭卡拉雞腿排也炸得酥香 把握黃金五分鐘 備好就上桌 早餐店求快搶時間 同時也不利多銷 但近期有民眾到另家連鎖品牌消費 發現又得從荷包多套錢 定進一看 旁邊小小的告示牌 從去年十二月起到今年六月 至少漲了兩次 據瞭解薯餅跟特定吐司品項 都漲了五元 前一波蛋也漲了兩塊 如果透過外送點餐 那情況更不一樣 同品牌的餐點 如果上了外送平台 就得再多一筆上架費 就以這一款里基豬排 蔥抓餅來說 加一杯飲料 我們是價值八十塊 但如果上了外送平台 是一百零九元 這價差多達近三十塊 而且還不包含外送費 不誇張一塊蔥抓餅 再加紅茶就得標迫百元 實際之間業者 但未取得漲價原因 再看看半年來 雞蛋漲快翻倍 雞肉因飼料貴 也有快四成漲幅 薯冰薯條通通貴 飲品也不客氣 還會有其他的品項 也會跟著陸續漲價 大家生活其實現在 沒有像以前那麼的好過 導致上如果我們漲價 那消費者可能吃不消 那好不容易撐過了 結果今年又因為 物價上漲的問題 所以還是在持續在撐 因為我吃蠻多 所以我大概一餐差不多一百 那之前可能差不多一個六七十就夠了 人力銀行更統計 五月平均外食費用年增率達百分之五點八 創十三年半以來新高 總說民以食為天 卻也迫於現實物價頂迫天 正宏選項目軍台北參謀道